王一博街舞造型还原小豹子 跳舞时调威亚 新物料被公开 王一博街舞造型还原小豹子 跳舞时调威亚 新物料被公开 在8月14号的时候 由王一博参加的街舞4 就要和大家正式见面了 不知道各位粉丝是否和小编一样激动万分呢 其实在8月11号的时候 官方还晒出了他们一起吃火锅的画面 王一博被警报声吓得一哆嗦 这一画面还被大家嘲笑了好久呢 在视频中看到他穿上红衣服的样子 真的特别喜庆哦 因为只有在参加活动或者是录制街舞的时候 才能看到他华丽的样子 私底下完全就是最普通的男孩子 黑衣服黑裤子很少看到他穿别的颜色哦 不知道各位粉丝是否还记得去年的时候 他在官宣海报的时候有一张小豹子的造型 当时所有的队长只有他有小豹子的设计 很多粉丝都在猜测到底是哪位设计师给他设计的呢 因为在晒出之后并没有一位设计师前来认领 像这种出名的机会设计师们应该都会争先恐后吧 所以到底是由谁设计的呢 这个问题一直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距离去年的街舞已经有整整一年的时间了 感慨时间过得真的好快 现在街舞四海有三天就要正式上映了 不知道各位粉丝是否做好心理准备了呢 不过就在刚刚网上还晒出了一组新的物料 是王一博在录制时候的花絮 当时他穿了一件黑色的衣服 上面还有绿色的装饰 整体造型和去年的豹子形象完全一样 简直就是100%的还原呀 其实很多网友和小编一样 看到之后的第一眼脑海中浮现的就是去年这一组海报 没有想到今年王一博直接穿上了还原度特别相似的服装 站在舞台上吊威亚 王一博每朝都是高难度的 他的舞蹈从来不会让大家失望 而这一次100%还原小豹子造型 再加上吊威亚相信在播出之后一定会震撼全场哦 看到他新的物料 大家是不是充满了期待呢